一些中资的金融股公布季 就是平保昨天收市后公布了业绩 可以说回简单的大数 你再帮我们分析一下 好 头三季的顺利是倒退超过两成的 营运利润涨大约9% 新业务价值跌超过1.7% 因为单计第三季顺利跌了3.1% 主要是集团说因为受到资本市场波动影响 他们也有提到第三季 是没有华夏幸福相关投资的一个重大减值 那怎样看平保今次公布了的季绩 有没有什么值得留意 和对股价有特别的影响 我想对股价帮助未必太大 因为第一这个都是第三季的季绩 头半年大家知道是差到无论的 除了他自己本业是说一些法规的改变 令到一些保险的收入是减少之外 刚刚提到第三季 这个华夏幸福不需要撇帐 敌汉他上半年撇了三百多亿 已经撇了 已经撇了 你如果再撇的话 那我真的发愤证了 但我要提醒大家 刚才一开始都说过了 我们已经开始有第六敌血了 那你华夏幸福是撇了 那在第四季里面 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 需要撇帐或者坏帐的出现呢? 那有两个原因是側面看到要小心一点的 第一就是大家知道 在一些保险股里面 其实平保是对于内房的风险币口是最大的 这是第一样东西 第二样东西 你看回招行他的业绩 其实他的撇币里面 有一个行业是升得最多的 那你都猜到了 就是内房 那所以当招行都出现了一个 比较大的撥避和坏帐 而平保他的风险币口又比较大的话 你说完全是否没有风险呢? 肯定是假的 还有第二样东西 我们现在都是说平保集团 或者平安的保险而已 但是平安也有一家银行的嘛 是 他公布了第三季业绩 好像没什么 但是其实他借了钱给恒大 就是这个民行之后 其实也不少的 所以我自己看过 特别他由50元 都扑上去58-59元的话 这些位置 我又觉得我未必会去买这个2318 我谈论等一等 是不是很便宜 50元以下都应该叫做反映了 那你博一下都可以 但是我的问题就来了 你买中国平安似乎短期 达到50元 达到59元 都涨了接近两成了 虽然只有9元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些位置 我就不打算平安住了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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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Ever стали打赏 打赏 打赏 打赏的